当身体无法支撑万力时 就很容易扭伤 拿东西需要注意湿力问题 去估计东西对全身的湿压 当提东西与弯腰拿东西时 需要注意身体承受压力时 所造成的扭伤 你要拿东西要先看一下 这东西大概是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 是像一部电脑一样 我要拿一个东西 我不可能这个很轻的话 我不可能所有的力量 都花在手上 我是很大力的抓 这不可能的 我们会 第一个脑会先估计说 这个大概多少公斤 我要出多少的力量 这样子拿起来 会刚好 那假如我们看这很重 我们会出很大力量 例如说我们就会 出一个补助的动作来一起拿 我们很多人 一下子会受伤的原因 就是说估计错误 例如说这个东西很重 但是他认为不太重 所以他刚开始出的力量 可能只有不到50% 那一拿起来以后 他才发现说很重 要一拿起来 这时候他的大部分的背部 背肌或者是他的那个胸 上肢的臂力 都一下子没有办法支撑 这时候就会扭到 那扭到因为我们手 他会放掉 但是那个背后 他就没办法一下子马上恢复 所以很容易一下子就扭得很厉害 那比较厉害的话 甚至于会骨头会让他有点凹陷下去 所以弯腰拿中的东西呢 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那我们知道在外国 他们每个人去买东西拿回来 我们中国人都是一边提一个 那外国人一定是用抱的 因为外国他们从小就是一直教他们 那个背部的重要 所以他们你看每个人到百货公司 或是到那个shopping mall 他一定每个人都是抱着一抱 王坤龙医师分享 国外买东西是用双手环抱 将会减少重物对身体的施压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高雄采访报道 王坤龙医师分享